柯文哲涉入金華城案遭到駕壓 已經近兩個月了 我們先來看到兩張照片 這一張是9月5號收押禁見的時候 一直到就是兩週前10月16號 那這兩張照片 第二張這個是檢方提訓他出庭時候的照片 台北市議員鍾佩軍他就認為說 從柯文哲他的外觀上來看 其實他並沒有因為羈押 而顯得疲憊或者是憔悴 甚至他是少數進入看守所之後 沒有變瘦的人 而且可以看到他的頭髮 白頭髮都減少了 頭髮越呆越黑 心理素質似乎是相當的強大 那隨著兩個月的羈押期將要屆滿了 台北地檢署在25號申請要延押 北院預計在10月31號開羈押亭 而且民眾黨立院的黨團總召黃國昌 他在先前直播的時候 他就預判了 他說因為這一次延押亭法官 跟上一次羈押柯文哲的是同一個人 所以他認為說柯文哲一定會被延押 那根據港媒中評社最新的評論指出 北檢其實申請延押柯文哲 對民眾黨來說 可謂是喜憂參半 怎麼樣說呢 其實喜的部分 柯文哲被延押 將會更加凝聚鋼鐵小草 刺激他們慷慨激昂的情緒 也將為民眾黨舉辦的集會活動 添柴火增加社會認同 有機會讓中間的選民回流 但是也並非全然都是好消息 在優的部分 白銀將在12月7號舉行黨代表選舉 明年的1月會由新任的黨代表 選出中央委員 重組權力的核心 到時候黨內恐怕會陷入群龍無首 派系自立 一旦柯文哲沒有辦法出面來穩定局勢 民眾黨內恐怕會釀成分裂危機 中文字幕提供